蘇利王家騎警今早處理Wally區的一宗槍擊案期間 在案發地點將一名受傷的女子送院自理 而警方後來證實該名女子被利器刺傷 呼籲公眾提供線索 五位機報道 蘇利王家騎警於今早9點左右接報 在140B街10400號路斷傳離槍聲 警方到場後發現有一輛汽車正準備離開現場 而車內一名受傷女子 該名女子其後被送院救治 目前傷勢穩定 而警方後來發現 她的傷勢是由利器而非槍擊造成 警方之後在案發住所拘留多人問 初步調查相信是一宗獨立案件 不會對公共安全構成威脅 警方呼籲知情人士聯絡蘇利王家騎警劃滅罪熱線 新時代電視吳慧基報道